不管是死神与南瓜小精灵一家 还是白雪公主配上黑马王子 又或者是超炫的钢铁人 及Q版蝙蝠侠与太空人 这些装扮既可爱又吸睛 这里是台北市周美里 正在进行万圣走秀与讨堂活动 今年吸引了近千位民众参与 让连续四年举办这项活动的 周美里里长邱莉玲相当感动 因为我们很多学子 年轻朋友都是从海外读书回来的 他们就觉得很怀念 在国外读书的这个情景 就跟我说里长 我们是不是要办这个万圣节活动 我说好啊 你们喜欢什么 我们就是要迎合年轻朋友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就办了 今年是第四年 那也要我们五期所有的社区 共同赞助 每个社区的赞助糖果 非常多的糖果 还有有些社区要准备游戏 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万圣节 有小朋友打扮成针子 看起来就好像从电视里爬出来一样 要选针子 因为很可爱 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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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黑色 真的哦 他自己说他要当针子 对他想要当针子 对 所以你就把它针成这样 对 你觉得你想办这样的活动 很棒很好玩 这对拇指则分别装扮成电影的黑母女 及电丸的碧极公主 形成强烈对比 因为好歹是个漂亮的角色 对 那你小朋友呢 她是玛丽欧的碧极公主 对 你怎么会想要选碧极公主 因为我是 没有玩过她的游戏吗 还有麦当劳薯条姐弟也走上街头 超萌的模样 连市议员游鼠惠都抢着跟他们合照 为什么会想要这个 因为比黎子愿意穿薯条 只吃熟 对 她也喜欢吃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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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吃薯条吗 喜欢吃薯条吗 喜欢吃薯条吗 什么吗 薯条 薯条哦 那你觉得好玩吗 好玩 好玩哦 会不会很热啊 不会哦 还有资助的父子一起献身 对里长举办这样的活动直说很棒 那觉得你办这个活动怎么样 还不错啊 希望每年都可以有啊 不只帮小朋友打扮 不少家长自己更用心投入cosplay 像这位爸爸就把自己装扮成一匹黑马 以配合小朋友的王子造型 我是黑马王 黑马王子的黑马 黑马王子的黑马 为什么要装成这个装扮 因为儿子是王子啊 我只能当黑马 其中还原度最高的 就是这位林爸爸扮演的知名电玩主角 因为小朋友很爱这个角色 林先生自己动手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制作 成果让人惊艳 这个角色是什么 麦块 史蒂夫 史蒂夫 我儿子说这个最帅 他花了多久的时间 昨天开始做的 昨天开始做 对 花了大概一天 一天又一个晚上 他感觉等一下这个猴灯好不好 这个猴灯好好玩 不过 我好热喔 希望每一年都不得开 立法员李彦秀也赞助南瓜桶给每一位参加的小朋友 台北市议员雀梅莎及游淑慧跟到现场分送糖果给小朋友 对于丘丽丽丽丽丽丽丽丞长的用心非常肯定 是由我们五群 一群妈妈志工 然后Kathy代表 一起把大家召集起来 还有我们最热心 我们最漂亮的我们丘丽丽丽丽丽丽丽丞 然后办这个活动 然后每年越办越盛大 那我之前有来参加过 以前我在美国念事我就很喜欢这个活动 每到Halloween的时候都会在家里准备糖果 就会有人来Tricko Tree 不给糖就捣蛋 那牛奶阿姨却没啥 今天还有准备牛奶糖 还有小包的水果糖 来 里长妹水果糖给大家看一下 水果糖在这边 那小朋友也都很喜欢这个很可爱的 对对对对 让大家有一个很开心的周末 这是我们中美里跟这个社区一起办的万圣节活动 那万圣节虽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会办 不是 是一个比较没那么普及的活动 但是这几年来内湖地区有越来越多里长会跟社区一起去办这样 那我们看到家长也非常热情的响应 你看很多小朋友他们都去租这个道具服 然后小朋友都办得很可爱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活动 让小朋友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节情 除了万圣节走秀 丘利林还与武奇所有社区合作 透过布置营造万圣节惊悚又好玩的氛围 还有社区提供主题拍照区 胖卡车美食免费吃 及知彩游戏送糖果等 让整个周美里社区既融洽又和谐 我觉得这种活动可以让整个社区的氛围 更融洽 更协和 然后呢 我比较喜欢把欢乐带给大家 我很乐意 我们明年就算不当主委 我也会在推动 我们每一次的活动一定要再继续办下去 明年赏社区是最热心的 这个花最多心血在我们这个社区活动 尤其是我们李许主委 他每一次的我们各项活动都非常的支持 我非常感谢我们李许主委 邱莉林表示 中美里有在地出生也有心血加入 希望通过一连串的活动 凝聚所有里民共事 一起营造美好的生活环境 万圣节快乐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